阿弥陀佛48院导读 诸位法师陈会长 诸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表的第115页 讲表第115页 那我们今天准备从丁寺照见十方院 这个院来跟大家说明 那我们在这个无量寿经里面 他强调了一个重点 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所以在这个佛入灭之后 900年 天清菩萨 依着这个无量寿经的这个意理 他造了一部论 叫做往生论 所以就着这个无量寿经的这个重点 他把它开成五门 这个五门 这个五门就是第一个礼拜门 第二个赞叹门 第三个坐愿门 第四个观察门 第五个回向门 那这个天清菩萨在往生论里面 他就用这个五门 来成就 无量寿经 所说的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五门 我们了解一下他这个内容 前面的礼拜赞叹作业 这个就是我们所强调的 你的身口意 你的身业 礼拜阿弥陀佛 口业赞叹 就是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你的意业 作愿 就是意念 阿弥陀佛 所以身口意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前三个门 就成就了我们所谓的禅定的功德 透过身口意 来安住在这个 阿弥陀佛的 所言净上面 你慢慢呢 透过这个殊胜的 万德鸿鸣 还有殊胜的这些功德 他就慢慢呢 把我们凡夫的心 那些妄想杂念呢 把它降服 能够产生一个禅定的功德 这是前三个门 那第四个门呢 观察门 这个成就呢 智慧的功德 那这个观察呢 我们上次也讲 这个智慧 我们在佛法上分成三个层次 了解业果的智慧 了解业果的道理 第二个呢 了解空性的道理 第三个呢 了解你这个真如的道理 所以这个观察门呢 它也是分浅深 有浅入深 你先从这个业果 四项上 这个如是因如是果 你在这个说法世界 成就了信愿 直辞名号 未来呢 往生尽处 能够原正三不退 乃至于呢 一生不处 这就从这个业果的道理 先去建立这个信心 跟下一步呢 我们要再深入去了解 这个空性 乃至于真如 十项理体的道理 这个就是观察门 成就智慧的功德 那第五个门呢 叫做回向门 回向 这个呢 就是成就大悲 的功德 那这个回向呢 一般就是三个内容 第一个呢 回至向他 我们希望我们自己呢 信愿 直辞名号 求生净土 也希望呢 回向给一切的众生 我们也都能够 信愿 直辞名号呢 往生净土 回至向他 第二个呢 回音向果 我们把这个直辞名号 这个三支两的功德呢 回向这个果 就是无上 佛果 我们这个信愿 辞名呢 这个清净的种子 我们回向往生极乐 乃至于呢 往生极乐之后呢 成就 无上佛果 这就是回音向果 第三个呢 回四向底 就刚刚我们讲的 我们一开始呢 信愿行 都是在这个四向上 来建立 但是呢 你慢慢了解 这个空性的智慧 乃至于真如的智慧之后呢 你要在从这个四向上呢 提升到这个理体 就是你一念心性的本体 这个呢 就是回四向底 真如的理体 所以呢 整个回向 它以大悲为主轴 但是呢 我们不只回自向它 而且呢 回音向果 还有回四向里 所以呢 我们整个 这个无量寿经 它这个宗旨呢 也是要我们成就 禅定的功德 智慧的功德 乃至于大悲的功德 也就是一个成佛之道 一个完整的成佛之道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到这个 一百一十五页 这个丁寺 赵建十方苑 那这个丁寺呢 跟丁武 其实这两个呢 是有互相关系 这个丁武呢 叫做宿宗献叉院 这两个主要的区别 在这个赵建十方苑当中 它是见到呢 众生的法界 十方世界的众生法界 见到十方世界的众生 的善恶业元 那这个丁武的这个 宿宗献叉院 它主要呢 是见到佛的法界 十方诸佛 在他的国土当中呢 说法的境界 这两个院呢 主要有这样的差别 那我们看到丁寺 赵建十方苑 这个是在四十八苑当中的 第三十一个苑 我们看到 这个无量寿经的经文 设我得佛 国土清净 皆期赵建 十方一切 无量无数 不可思议诸佛世界 犹如明镜 赌其面相 若不而者 不取正学 好 我们直接看到这个 左边的萧氏 萧文示意这个地方 这个法杖比丘呢 他就发愿 假设我未来可以成佛的话 他所成就的这个国土 也就是现在的极乐世界 需要具足呢 清净 这个清净呢 就是没有夹杂那些烦恼 虚妄的烦恼 也就是无漏的 智慧所相应 叫做清净 那这个清净呢 国土 他具足什么样的功能呢 阶西照见 十方一切 无量无数 不可思议 诸佛世界 那这个 在他的国土当中呢 他的这个 七宝 这些 七宝所现的这些境界呢 能够显现 这个照见呢 就是显现 十方 世界 他有多少呢 是无量无数 不可思议 的诸佛世界 那这边 在这个 谭卵大师的这个 往生论著 他就是 说明到 说极乐世界的 这个依报的这些宝物呢 他能够显现 十方 国土 净会诸相 散热 夜远 一切 七线 所以这边呢 他就是主要 见到 十方 世界的一个 众生的 散热 夜远 那这个 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他能够在这个 宝物上面呢 能够显现 十方 世界的众生 他的 因缘 果报的 相貌 就好像 看到呢 这个众生呢 造了什么 夜 成就了 什么样的 果报 造了散 成就了 散的 果报 造了恶 成就了 这些 散热 道的 果报 所以呢 就是 众生的 散热 夜远 那这样子 有什么 好处呢 你见到的时候呢 你能够 如实的 了知 就像我们 宿命通 一样 你能够 深信 因果 那一般我们 在我们 凡夫的 这个境界当中呢 有时候我们呢 对这个 深信 因果呢 有时候你的 内心 可能会有 夹杂 这个怀疑 一般我们 都从这个 理上呢 去了解 三世 因果 但是呢 我们 没有真正 看到你的 果报 的时候 你很难 去深信 所以有些人呢 他一定要等到 果报 现前的时候呢 他才害怕 所以一般 我们讲一句呢 叫做 众生 为果 菩萨 为因 那菩萨 有智慧呢 他从理论上呢 他就能够 深信 但不要等到 果报 现前 他只有 在这个 因地的时候呢 他就能够 直接看到 如是因 如是果 但是一般我们 凡夫的 根气呢 就是比较那种 中下根的 他都要等到呢 看到这个 果报 现前的时候呢 才能够 深信 因果 虽然我们也 了解这些 比如说 为事的道理 为事的道理呢 他说明了 很详细的 这个因缘果报的理论 但是有时候呢 在这个 我们凡夫 你要是没有 深入的去 思维 就是我们 上次讲 文思修 一般我们听文呢 通常是在这个 文字上的 理解 理解而已 表面的 所以你没有 深入去思维 你这个 信心 没有办法 建立的 很坚固 所以这个 业果的道理呢 也是需要你 反复的去 深入的去思维 你才能够呢 深信 因果 所以这个 这个极乐世界呢 他有这个愿 这个 法杖比丘呢 有这个愿 就是让极乐世界呢 这些 人道的众生 天道的众生呢 透过这个 宝物 显现呢 十方众生的 散热业缘 他呢 对他的这种 深信因果 乃至呢 发起 菩提心呢 有一个正面的帮助 那这个 见到这个 十方世界的 这个景象 这里 左边呢 就做一个比喻 犹如明镜 赌其面相 那么清楚 就像这个 一个 光明的镜子 在你的面前 看到自己的 这个面相 这么近 这么清楚 所以在这个 极乐世界呢 你就能够 透过这个 七宝的宝物当中 显现 十方世界的 种种的 散热业缘的 差别像 那在我们看到 丁五 宿中 献叉院 这个呢 这个呢 是在 四十八院的 第四十院 从这个 宝树当中呢 能够显现 十方 世界的 这个 佛土 见到 诸佛说法 我们看到 这个 无量寿经的 这个经文 设我得佛 国中菩萨 随意欲见 十方无量 严禁佛土 应使如愿 于宝树中 皆惜照见 犹如明镜 赌其面相 若不而者 不取正觉 我们翻到 这个 一百一十六月 消逝的地方 那这个 法状比丘呢 也就发愿 说假设我未来 可以成佛 他的 国土当中的 这个菩萨 那这个菩萨呢 当然 他这个就是 比较 修行 一段时间的 所以一般我们在这个 极乐世界呢 一般我们 花开见火的时候 你所受用 是一种人 或者是天 但是呢 你慢慢呢 在极乐世界呢 从这个出发心开始 慢慢去修行 你的这个资量 来自于你所受用的 这个境界呢 会越来越苏信 会越来越苏胜 所以随着你的功德力 他所受用的 极乐世界的这个 凡胜同其土 也会有一些 维系的差别 那这边就讲到呢 国中菩萨 随意遇见 随你的这个心意 能够想要见到 十方无量的严禁佛土 能够随你的心愿呢 应使如愿 应使如愿 以宝树中呢 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宝树 那宝树当中呢 也是由这个七宝所构成 所以呢 从这个当中呢 能够显现 十方无量的世界的这个诸佛 在他的这个国土当中呢 说法 所以我们在这个 这个愿当中呢 我们就发觉到一个书胜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讲说 你往生极乐世界呢 就等同呢 往生十方的净土 比如说有些人呢 他可能一开始是修这个 这个药师法门的 药师佛呢 是东方流离世界 但是呢 他后来呢 修了这个净土法门 往生到了这个极乐世界 但是呢 他想要去了解一下 这个药师佛的这个流离世界呢 这个药师佛的说法的情况呢 在极乐世界的这个宝树当中呢 他就能够显现 东方流离世界 这个药师佛呢 在他的国土当中呢 说法的情况 所以我们 亲近阿弥陀佛 就等同呢 亲近十方祝福 在这个极乐世界的凡圣同俱土呢 具足了这样子的 殊胜的功德庄严 后面也会再讲到 你不止在这个宝树当中呢 可以显现 而且呢 你还有神足通 可以到十方世界呢 亲近诸佛 所以呢 在这个极乐世界呢 他的这个凡圣同俱土 虽然你是凡夫 但是呢 你所具足的 这些功德利用呢 就等同出地菩萨的境界 已经超过呢 阿罗汉的境界 这个阿罗汉呢 他的神通就是在一个三千大圈世界而已 你看这个穆连尊者 他这个是佛陀的这个弟子 神通第一 他的神通力呢 他也不能超过一个三千大圈世界 没办法超过这个娑婆世界 好 那能够到十方世界呢 那个只有出地菩萨以上的神通力呢 才有办法 所以我们 即使在极乐世界的古土当中呢 你透过这个宝树呢 也能够去见到十方诸佛说法的这种殊胜 这个就是这个愿 那这个显现的呢 那这个显现的呢 也是一样 犹如明镜 录其面相 这么清楚明了 就像在你的眼前一样 清楚明了 那以上呢 以上这个五个愿 就是所说的 国土庄严 一报 也就是我们所受用的这个五成 圣庙五成的殊胜 那在这个国土庄严的这个一报当中呢 这个祖师 他把这个圣庙五成呢 他把它列出两个相貌 这个圣庙五成呢 色身香味醋 这些五成呢 都是殊胜为妙的 他具足的两个相貌 第一个呢 就是安乐的相貌 安乐 庄严的相貌 第二个呢 泄脱的相貌 清静 泄脱就是清静的相貌 那这个安乐怎么讲呢 就是我们看到极乐世界 我们前面都有说到 他具足的光明 也具足的这个香气 乃至于呢 虚空当中呢 有这些天乐 这个呢 都是一种安乐 庄严的相貌 那泄脱的相貌呢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些 声音 能够宣缩法音 乃至于呢 我们刚刚所说的 这个宝树当中 宝物当中呢 他能够献出的这个 色尘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法音呢 是深尘 这个呢 献出这个 十方的众生的这个 散热业果 乃至于呢 献出十方诸佛的 说法的相貌 这个呢 就是色尘 那我们前面讲 这些光明呢 我们接触到 它不只呢 能够让我们觉得是 柔软 而且我们接触到 这些光明的时候呢 你能够增长善根 来自于我们前面的 这个香气 这个宝物呢 可以献出了 无量的 这些异香 那闻其香者呢 皆修佛行 这个未成 香成 这个呢 都是在我们这个 极乐世界呢 都是非常殊胜的 所以它的色身香味 处 这个处呢 皆处光明 或者是宝物 它都能够令我们呢 自然念佛 念法念生 这个呢 就是卸脱 清净的相貌 所以极乐世界的 寺庙五层呢 它具足的 安乐的相貌 还有卸脱的相貌 那反观呢 我们说佛世界 我们这些 天道 乃至于人道的 这些 有肉的福报呢 它只有 安乐的相貌 比如说我们看 那个 玉界天 它呢 也是 很多的这些宝物 乃至于呢 它在受用 这些 衣食 也是自然 而且也有天乐 但是呢 它唯一的问题 就是它没有 卸脱的相貌 不清净 虽然它安乐 或者是庄严 但是呢 它不具足的 卸脱 清净的功德 那我们看到这个 申文 申文的这个 偏空涅槃 它虽然具足的 卸脱 清净的相貌 但是呢 它没有这个 安乐 庄严的相貌 所以同样的 这个衣报呢 有这样的差别 所以极乐世界呢 它的这个 衣报呢 具足的 安乐 而且是 卸脱 你同时呢 受用 种种的 殊胜的快乐的同时 它也能够 增长我们的善根 得到卸脱 清净 这是主要的重点 那再来我们看到 丙二 这个第二大科呢 我们前面讲的呢 是丙一 国土庄严 有五个院 那这个丙二呢 身心安乐 底下呢 有十九个院 有十九个院 那这个身呢 就是色身 心呢 就是你的内心 也就是你的 整个正报 人受用的五根 还有你的这个心事 五事 前面的一报呢 就是五成 五成 所以我们在这个 这个正报当中呢 这个 法杖比丘呢 它发的院呢 特别多 有十九个 都是我们 旧的 人受用的 正报 的书圣 来解释的 那我们先看到 丁一 国武二道院 这是在 四十八院当中的 第一个院 它的国土当中呢 没有 三二道 也就是没有这个 三土的国报 三二道就是 三土的国报 我们看到这个经文 无量寿敬的经文 色我得佛 国有地狱 恶鬼 畜生者 不取正觉 看到左边消逝 那法杖比丘呢 就发愿说 未来我成佛的话呢 它的国土当中呢 假设有 地狱 恶鬼 出生呢 这样子的 善恶道的 众生的国报呢 它就不取正觉 那这个地狱呢 它就是 依着 这个烦恼 去造了 上品的十二页 叫做火图 地狱的门火 火图 那这个恶鬼呢 就是依着 烦恼 去造了 中品的 十二页 这个叫做刀土 这个刀土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 恶鬼道的 这种众生呢 一般我们都知道 它是饥饿 口渴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恶鬼道的众生呢 它呢 也是一种恐怖的相貌 它这种恐怖的相貌呢 就是随时它有感觉呢 好像有人拿这个刀 要杀害它 所以这个呢 这个鬼道的众生呢 也是一样 福报大的 跟福报差的 差别很大 所以叫做刀土 那出生道呢 它是依着 很好 去造 下品的十二页 叫做血图 流血的血 这个血图怎么说呢 就是一般我们这个出生道呢 叫做落落强食 福报大的 比较凶猛的 这些畜生道呢 就会去吃那些 比较小的 所以呢 这是 肉 就见血 所以呢 叫做血图 所以这三二道呢 都是不好的果报 我们上次也讲 这个法杖比丘呢 它从这个 四字在王佛 显现的这个 二百一十亿 的国土当中呢 它看到 只要 有三二道的 国土呢 都不是净土 都是慧土 为什么呢 因为有这个果报 就有这个因 如是因 如是果 所以我们刚刚讲 菩萨为因 众生为果 菩萨看到因的时候呢 就知道 会得什么果报了 但是众生呢 一定要看到果 他才知道 不要去造这个恶因 好 再来我们看到 一百一十七页 丁二 丁二呢 不跟 二道 院 这是在这个 四十八院的 第二个院 不跟道呢 二道 前面是 他的国土当中呢 没有二道 那这一边呢 就是说 他离开了 极正世界呢 不会再得到 三二道的果报 我们看到这个 无量寿经的经文 设我得佛 国中天人 寿终之后 复更三二道者 不取正觉 那我们看到 左边 肖寺 法葬比丘呢 他就发愿 说假设我 未来成佛 他的国土当中 天 还有人 也就是这个 代业往生的 这些 天道 人道的众生 烦恼还没断 那他这个 花开建佛之后呢 也是烦恼没断 但是呢 我们上次讲到一个 重要的一个重点 他一定会在 极乐世界呢 至少成就 无声乏人 所以这边的 这个寿终 在这个祖师的解释 他是指说 他成就了 这个 无声乏人 出地 菩萨的这个 结位之后呢 他有些这个 本愿 他的本愿力 悲心比较强的 就像我们比如说 我们这个 娑婆世界的众生 你发现往生的 极乐世界 你花开建佛 很快成就 无声乏人之后呢 你就回入 娑婆度有情 所以这个寿终呢 是依着这个 本愿 来说的 不是说 他有 分段 生死的寿终 我们上次也讲 极乐世界呢 是无量寿 所以你在这个 无量寿的时间呢 绝对能够成就 至少 无声乏人以上 乃至呢 有些呢 他就一直到 一生补处 等觉菩萨 之后呢 要成佛的时候 才到他的这个 自己成就的 国土 去成佛 所以这个 离开极乐世界 那当然就是 已经成就 出地以上了 所以呢 绝对不会再 到这个三二道 去得果报 也就是不会退转 所以我们就说 至少未不退的 那无声乏人呢 是念不退 法身菩萨是念不退 所以呢 你离开了极乐世界 虽然你没有一直 到那里 等到这个 一生补处 但是呢 你离开之后呢 还是能够 成就呢 殊胜的功德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极乐世界呢 绝对会成就 无声乏人 不会退转 好 再来我们看到 丁三 丁三的这个 不闻恶明院 这是在 四十八院当中的 第十六个院 我们看到 无量寿经的这个经文 设我得佛 国中天人 乃至文有 不善明者 不取正觉 这个 法障比丘呢 他就发愿 假设我未来 可以成佛 他的极乐世界的 这个国土当中呢 天道 人道 这些 还没 断烦恼的 这些众生呢 乃至文有 不善明者 不取正觉 这个不善明呢 这个 有两 两种解释 那第一种解释呢 就是 不善 就是邪恶 的 语言 明眼 叫做不善 不善明 你不会听到这些 邪恶的这些 语言 阴森 在极乐世界呢 所听到的 都是属于 正念的 不像我们 说法世界 这个五卓二世呢 有时候你会听到 这些负面 来刺激你的烦恼 升起这个 现行 到了极乐世界呢 你所听到的 都是法音 所以呢 没有这些邪恶 的语言 音声 这是一种解释 那另外一个解释呢 就是三恶道的 名称 有些祖师呢 把它解释 就是三恶道的名称 这是依着 弥陀经 祈佛国土 尚无恶道之名 何况有死 就是 跟前面讲的 这个三恶道 没有三恶道的名称 何况呢 还有实际是 这个三恶道的果报 连这个名称呢 都听不到 所以呢 这个不善名呢 这是他的这个 名称 是邪恶的 语言 音声 或者是 三恶道的名称 但是这两个呢 实际上都是我们 这个 恶业的音 你有这个名称 表示有这个音 你会 了解这个地义 表示有造地义的 这个音 好 那我们这个 邪恶的这个 语言 音声呢 也是刺激我们 烦恼 去造这个 三恶道的 这个页 所以这个都是 二的音 二的音 好 再来我们看到 118页 丁氏 三十二项愿 这个呢 是在四十八愿当中的 第二十一个愿 第二十一 我们看到 无量寿经的经文 设我得佛 国中天人 不惜 尘满三十二 大人相者 不取正觉 那法杖比丘呢 就发愿 假设我未来 成佛 他的 极乐世界的 国土当中的 天道的众生 人道的众生呢 都能够 尘满三十二项 这些大人相 那这个 为什么讲 尘跟满呢 这个尘呢 就我们刚刚说的 成就一部分 你这个 往生极乐世界 刚花开 见佛 这个呢 是出发心的菩萨 所以呢 他成就一部分 那这个满呢 就是圆满 慢慢呢 你在极乐世界 修行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九修的菩萨呢 慢慢就会圆满 所以他这个项呢 会有一些 维系的差别 但是基本上呢 都是三十二项 那这个三十二项呢 我们一般 都常听到 那主要呢 比如说 这个顶层肉迹项 这个也是三十二项 乃至于呢 广长者项 乃至于呢 身端直项 手足柔软项 这些呢 都是三十二项 里面的 那这每个三十二项呢 都有它的 成就的一个因地 你在这个 修行的当中呢 你成就了什么因地 就会成就了 什么样的项状 所以这个项呢 是由你的这个心 心事所献 的一个项分 就是如是项 就是如是因 所成就 项有心生 所以你往生极乐世界呢 这些殊胜的 庄严的国土 你把你的这个 信愿 行 三支两这种清净的因 所感召的这个项呢 就是殊胜 庄严的 三十二大能项 好 再我们看到 丁吾 身金色怨 这个 是在 四十八怨的 第三个怨 我们看到 经文的地方 色我得佛 国中天人 不惜 真心色 者 不取正觉 那法藏比丘呢 就发愿 假设未来 他成佛的话呢 他极乐世界的 国土当中的 天道的众生 人道的众生呢 都能够 具足 真金色 这真金色 是什么色呢 就是一般我们讲的 这个佛的色身的 子魔金色 在这个金色当中呢 这个子魔金色呢 是最殊胜的 叫真金色 那一般我们在这个 比如说你看这个 色界的天人 他有禅定之后呢 他的色界 的这个色身呢 他就有光明 所以在色界的 这个天人的色身呢 他也是金色的 但是呢 他不是像我们这个 真金色 子魔金色那么殊胜 所以这个 你知道 成就的这个 禅定之后 我们上次也讲 成就的这个 出产之后呢 慢慢你这个 欲界的四大 地水火风就改变 那你这个 成就的这个 色界的色身呢 他就能够产生光明 所以他就比较维系了 他这个色界的色身 他的堪忍性 比较强 而且呢 他有光明 是金色的 那往生极乐世界呢 他的这种 殊胜的果报呢 他更加的殊胜 是子魔金色 比这个金色呢 还更加的殊胜 好 再我们看到 119页 丁六 形色相同院 这是在48页当中的 第四个页 第四个页 在这个 无量寿经的 经文当中呢 设我得佛 国中天人 形色不同 有豪愁者 不取正觉 那这个法杖比丘呢 就发愿 说假设我未来 成佛的话 他的极乐世界的 国土当中的 天道的众生 人道的众生呢 他的形 这是外表的 这个形状 我们前面讲 三十二项 色 这是外表的颜色 肤色 是真金色 不同 就是 假设呢 他有不同的话呢 有豪愁 者 不取正觉 那表示呢 在极乐世界的 这个国土当中的 天道的众生 人道的众生呢 他的这个 外表形状 肤色呢 就前面讲的 三十二项 真金色 是相同 那这个相同呢 只有维系的差别 没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他这个 没有好丑 没有好丑的这种 粗的 差别 只有我们刚刚讲的 你这个 粗发心的菩萨 那 千差万别 他的这个五根的 作用 相貌呢 等等呢 都是不一样的 那在极乐世界呢 他都是 清静 平等 只有维系的差别 维系的差别 好 那么我们下一个月呢 就等下一节课 再来跟大家说明 先休息十分钟 好 请大家打开 讲表 一百一十九页 讲表的一百一十九页 那我们接着 那我们接着 丁七 一辅 随念愿 这是在四十八院当中的 第三十八个 我们看到 无量寿经的经文 设我得佛 国中天人 欲得衣服 随念极致 如佛所占 应法妙福 自然在身 若有裁缝 懒智 挽敌者 不举正诀 看到一百二十页 消失的地方 那这个极乐世界呢 当然就是 比这个 我们欲借天的这个 境界呢 还要殊胜 也就是 依死都是自然 随念极致 那这个法杖比丘呢 就发愿 说假设我未来 可以成佛的话 他的 极乐世界的国土当中呢 天道的众生 人道的众生呢 欲得衣服 随念极致 就是 随着他的心念呢 想要得到什么样的衣服 随念极致 施衣得衣 如佛所占 应法妙福 就是说他呢 随着正念 所思维的这些衣服 都是应法妙福 这个应法呢 就是如法庄严 如法庄严的这个 为妙 的衣服 随念极致 自然在身 就是自然呢 就披戴这个身上 不用呢 经过裁缝 这个裁缝呢 就是剪裁缝 这个占智 这个占智 就是占色 腕笛呢 就是洗笛 这就是一般我们在 制作衣服的一些过程 好的手续 所以呢 在极乐世界 好你要 想要得到什么样的 如法的这些 庄严的 微妙的衣服呢 随着你的念头 随念极致 自然呢 披在身上 这就是 像这个天人一样的福报 依死自然 包括他的这个食物也是一样 我们上次也讲 随着他的念头呢 他这个食物呢 就现前 但是呢 他不用去 经过什么消化 他接触之后呢 就受用了 那受用完呢 也是自然就化去 所以呢 他超过我们 娑婆世界的这个 欲界天的这些 天人的福报 极乐世界呢 是比我们娑婆世界的 这个六异天的这个福报呢 更加的殊胜 还有清静 好 再来我们看到 这个丁八 丁八到丁十二 这就是五种神通 你到了极乐世界呢 是天人的果报 这是天道的众生 人道的众生呢 都具足了这五种神通妙用 那这个五种神通妙用呢 他最主要的 在祖师解释的这个内容当中 他最主要的就是两个作用 第一个呢 就是能够游学十方 去供养 清静 乃至于听法 到十方世界呢 去供养诸佛 听诸佛说法 这叫游学十方 那第二个呢 他这个成就的这个五种神通 他还可以广做佛事 慢慢他的这个资量 越来越殊胜了之后 他也能够到他方世界呢 去行菩萨道广做佛事 所以呢 他成就了两种殊胜的功德 第一个呢 让我们这个菩提心呢 更加的坚固 第二个呢 他在菩萨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积功累得 累积呢 这个福德之量 智慧之量 所以呢 很快 透过这种 神通妙用呢 可以迅速的成就菩萨的资量 这主要呢 这五种神通的 他的殊胜的作用呢 就在这里 那这个我们刚刚也讲 阿罗汉也是有这种五种神通 但是呢 他的范围 娑婆世界的这个阿罗汉 他的范围呢 顶多就是在一个国土当中 三千大间世界 他没有办法像极乐世界的这些 虽然他还没断烦恼的天道的众生 或者人道的众生 他就能够呢 去十方世界 供养他方十万亿佛 这是还没断烦恼的众生呢 在极乐世界的凡胜同居土 就具足的 基本的工人 所以这四十八月呢 都是法杖比修所 在因地所发的 那当然呢 他在五大节的时间 构思这个四十八月的 这个蓝土呢 他是集合十方世界的 这个二百一十亿的 这个国土当中的 他的优点 或者是缺点 把它删除掉 把优点呢 把它聚集起来 所以极乐世界的这个 凡胜同居土呢 他具足的十方净土的优点 但是呢 没有十方世界绘土的缺点 这是经过法杖比丘呢 他五大节的时间 所构思出来的 所以他也思维到 一个凡夫众生 他在这个学习佛法 上求佛道 乃至于下化众生的 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个五种神通妙用呢 对于一个菩萨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在这个四十八院当中呢 特别发了这个五个院 来令极乐世界的这些 天道的众生 人道的众生呢 都能够具足 像出地菩萨的 五种神通妙用 好 那我们先看到 丁八 天眼 普见院 这是在四十八院当中的 第六个院 那我们看到 《无量寿经》的经文 设我得佛 国中天冷 不得天眼 夏至 见 百千亿 那由他 诸佛国者 不取正觉 好 我们看到 左边 萧氏 这个法杖比丘呢 就发愿说 假设我未来成佛 他的国土当中的 天道的众生 人道的众生呢 都能够得到天眼 天眼通 那这个天眼通呢 他的范围有多 多广呢 可以见到 百千亿 那由他 诸佛国者 一个 佛国呢 就是一个 三千大千世界 一个国土 那百千亿 那由他 这个我们上次也讲 这个亿就是十万 那由他呢 就是百万 所以呢 这就是无量 无量无边的这个国土 他都能够见到 用他的天眼通 都能见到 所以呢 你在极乐世界 你要见到十方世界 包括 说佛世界的 这些情况呢 都非常的容易 因为呢 他的天眼通 能够见到百千亿 那由他 诸佛国 好 所以呢 我们刚刚也讲 从这个宝物当中 可以显现 也可以透过他的 天眼通的能力 去见到十方世界的 众生的法界 也可以见到 十方佛菩萨的 教化 所以呢 他透过这个天眼通呢 也很快能够 增长他的 善根的学习 好 这是天眼通的 殊胜 好 那再我们看到 一百二十一页 丁九 天耳 普文愿 这是在 四十八愿的 第七个 就是天耳通 天耳通的愿 那我们看到 经文 设我得佛 国中天人 不得天耳 下智文 百千亿 那由他 诸佛所说 不惜受辞者 不取正觉 好 我们看到 肖氏 这个法杖比丘呢 就发愿 假设他 未来成佛 他的国土当中的 天道的众生 人道的众生 都能够成就 天耳通 天耳通 那这个天耳通呢 就能够 听到 多少幻尾的 这些声音呢 也是百千亿 那由他 诸佛所说 用他的天耳通呢 可以 很远的这个 百千亿 那由他 诸佛 所说的这些 说法 的情况呢 他都能够 听吻 而且呢 还可以 受词 我们上次讲 听吻 还有受词 叫做文词 就是说 听完之后呢 还能够受词 这个受呢 就是了解 他的毅力 那个词 就是鸣记不忘 就是鸣记不忘 所以他不只能够听到 而且能够了解 异理 鸣记不忘 这就是 极乐世界的这个 众生呢 成就的这个 天耳通 可以 普文 十方世界 诸佛说法 等等 那再来我们看到 丁实 神主 无碍愿 这个是在 四十八愿的 第九个愿 第九个愿 我们看到 无量寿间的经文 设我得佛 国中天人 不得神主 一念情 下智 不能超过 百千亿 那由他 诸佛国者 不取正觉 我们看到 一百二十二页 消失的地方 那个 这个神主 神主无碍愿呢 就是 神主通 那一般我们这个神主通 有两个 内容 第一个 就是 到达 第二个 就是 转变 这个到达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从 此处 到彼处 可以迅速的 到达 那这个 到达呢 它这个 在经典上 它也有个区别 就是说神主通 假设你是 出地 以前的神主通 它呢 就像 僧人飞行 卢鸟无碍 它是 透过飞行的 但是你要是 出地以后 成就出地 菩萨以后呢 它是 此 莫 彼出 一念 极致 所以这个神主通 它也有 速度的快慢 不一样 假设你是 如鸟飞行 这种 它就比较慢 那你要是 能够 此末 彼出 那就 一念之间 就过去 所以 这个就跟你 你成就的 这个 法身 破无碍 破掉这个 法旨 那你破掉 这个法旨 你这个 神主通的 这种 自在地 就更加的 殊胜 那第二个 转变 这个神主通 还有一个功能 叫做 转变 转变是什么意思 叫做神静 智通 所以 在这个 神静智通的 这个内容当中 它有一个叫做 大可以变小 小可以变大 多可以变成 一个 一个可以变成 多个 就是 转变 乃至于 它可以把这个 物质的 本质的 内容 转变 所以这个佛菩萨 它有这种 神静智通 它就能够 转变 这个 色法的物质 比如说 这个石头 把它变成 黄金 这个就是 神静智通 的 妙用 那这个石头 变成黄金 它这个也 分成 出地菩萨 之前 还有出地 菩萨 之后 那 假设出地 菩萨 之后 它才能够 永久的 把石头 变成 黄金 那 假设是 阿罗汉 阿罗汉 它的这个 神静之通 它也具足 这个转变的功能 但是 在经典上 它说 只能 维持 七天 七天之后 这个石头 又 恢复原状 所以我们 以前也听过 这个 旅动兵 去把这个 点石 变黄金 但实际上 这个 仙道的 神通 那是比 阿罗汉 更弱 所以 它只是 暂时的变 没有办法 像出地菩萨 把这个 本质 都改变了 所以 本质 要改变 就是 你要能够 破取 破除 这个 法质 破除 法质 你才有 办法 从根本的 这个 设法当中 去 转变 所以 出地菩萨 它能够 破除 法质 所以 它能够 永久的 把这个 物质的 本质 改变 永久的 改变 所以 这个神足通 就是有 这两个 作用 那 极乐世界 它的 天道的 众生 人道的 众生 也 具足了 殊胜的 神足通 那 这边 只有讲到 它的 这种 道达的 功能 一念 情 能够 道达 超过 百千 亦 由他 诸佛 国者 这就是 道达 所以 它的 这个 一念 情 那 就是 出地 出地 菩萨 这种功能 此末 比出 一念 几字 所以 它 一念 之间 能够 道达 十方 国土 亲近 十方 诸佛 乃至 天文 十方 诸佛 说法 所以 这个就是 神足通 的 殊胜 好 再来我们看到 丁十一 他心 息 之 愿 这是 他心通 在这个 四十八愿当中的 第八个愿 第八个愿 那在 无量寿经的 经文当中 设我得佛 国中天人 不得 见 他心志 下志 知 百千亿 纳由他 诸佛 国中 众生 心念者 不取 正解 这个 他心通 就是能够 了知 众生 的 心念 他心通 那这个 法障 比丘 就是发愿说 假设他未来 成佛 他的 极乐世界的 国土当中的 天道的众生 人道的众生 都能够 成就 见他心志 见 这个见 就是 通达 通达外 他 就是他人 其他众生 心志 就是 内在的 内心的 一种 思想 念头 能够通达 无碍的 了知 众生的 内心的 念头 思想 这个呢 就是他心通 那在这个 范围有多大呢 百千亿 纳由他 诸佛 国中 众生 心念 这个范围这么大 百千亿 纳由他 这么多的 国土当中的众生 他都能够去 通达 无碍的 了知 所以在这个呢 都是出地菩萨 以上的功能 所以我们在这个 前面 偶一大师呢 他讲到这个 阿弥陀经 要解的时候 他说呢 这个呢 功能呢 是超过我们 我们娑婆世界的 凡夫呢 属于不可思议的境界 我们娑婆世界的 众生呢 哪有办法去 成就呢 如此殊胜的这种 神通妙用 那个只有出地菩萨 以上 才有的 但是我们往生 极乐世界 虽然是一个 凡夫 烦恼没断 但是呢 你在这个 极乐世界的 国土当中呢 就能够成就 这么殊胜的 功德妙用 所以在这个 过程当中呢 我们刚才讲 你了知呢 了知这个 众生的心念 就像佛陀呢 他度化众生 他能够了知 众生的心念的时候 他很快呢 就能够 知道这个众生的 烦恼 念头 所以这个他心通呢 在这个 度化众生的 过程当中呢 它也是很重要 还有后面的 这个宿命通 在这个 行菩萨道的过程 它是占掩一个 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你能够 契机 知道这个 众生的根基 他的心念 乃至于 他过去生的 善根 他的根基 都有这个 他心通 还有宿命通 可以 如实的了知 好 那么看到我们 123页 丁十二 这是 宿命 宿命至通院 这是在 48院的 第五个院 48院的 第五个院 那在 无量寿经的 经文当中呢 设我得佛 国中天人 不适宿命 下智 之 百千亿 那由他 朱节 适者 不取正确 那这个宿命通呢 其实对我们 一个 修行人来讲 是很重要的 包括你自己的修行 包括 度化众生 自立地 他呢 在这个宿命通 宿命之通的 这个过程当中呢 是很重要 所以一个 修行人 他假设 技术的这个 宿命自通的时候呢 他就没有 隔音之名 所以我们 说佛世界呢 他的这个 为什么 修行会 静静退退呢 他就是 这一生 好不容易 修了这个几十年 好 就我们上次讲 好 他讲 靠自立的 去断烦恼 你这一生呢 几十年的努力 也成就了 一些的禅定 成就 一些的智慧 但是呢 你没有 断掉 见惑的时候 那你来一生呢 就有 隔音之谜 你要在 衔接 你 前一生 所修的呢 就会 比较困难 你即使呢 再 熏洗 再重复 但是呢 你还是要 花出 很多的 时间 跟这个 精力 所以他这个 重复的去修呢 就浪费了 很多的时间 但是呢 这个宿命自通呢 你往生 极乐世界之后 你能够 自己也知道 自己 在这个 过去 修行的 当中呢 你修了 什么样的法门 什么样的姻缘 乃至呢 你也可以了知呢 你过去 造了什么样的恶业 你就尽早的 去忏悔 所以我们一般呢 我们凡夫 在修行的过程 最麻烦的就是说 你不知道你的善根 是在哪里 你也不知道 你的罪悦是在哪里 所以有些人呢 要等到这个罪悦 起现行的时候呢 他才会去忏悔 那你这个善根呢 你也不知道 所以你要在这么多的 佛法当中呢 你要去摸索 你要找到你契机 相应的这个法门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产生很多的障碍 跟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在里面 所以一个修行人 在这个宿命中 他自己成就的话呢 他不只能够自立 而且呢 他也可以利益众生 很快的利益众生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法杖比丘呢 他就发愿 说假设我可以成佛的话呢 他的国土当中的天人 天道的众生 人道的众生呢 都能够得到宿命 宿命通 多少的换尾呢 百千亿 那由他 朱节四 这么长 百千亿 那由他 那这个宿命通呢 也是有分 这个长短 比如说我们上次讲 这个阿罗汉的宿命通 就是八万大节 他八万大节之前 他就看不到了 但是呢 极乐世界的这个 天道的众生 人道的众生呢 他的宿命通是 多长呢 百千亿 那由他 大节 所以这个超过呢 这个阿罗汉的宿命通呢 超过呢 百千万倍 在这个极乐世界的 天道的众生 人道的众生呢 就具足了 这么殊胜的 宿命通 远远超过呢 阿罗汉的宿命通 所以这前面呢 整个五个通 就是法藏比丘呢 他了知我们 在这个 自立 你要上求活道 或者你要 去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 你具足了这种 五种的神通妙用呢 你在这个 自己成就 你的智慧 还有福德的过程 会更加的快 乃至于你在 行菩萨道 到十方世界呢 行菩萨道的时候 跟这个众生结缘的过程当中 你有这五种神通的 妙用呢 他成就 这个菩萨道 也更快 这就是这种 五种神通的殊胜 好 再来我们看到 丁十三 寿命无量院 这是在 四十八院当中的 第十三院 第十三院 我们看到 无量寿经的经文 设我得佛 寿命有能 限量 下至百千亿 那由他结者 不取正觉 好 翻到一百二十四页 这个呢 就是 我们前面讲的 无量寿 这个阿弥陀佛呢 他无量的光明 还有无量的寿 这是指他的化身 化身来讲 那这个化身呢 他具足了 无量寿的时间 但是我们也讲到 这个 阿弥陀佛的这个无量寿呢 是有量的无量 所以他虽然是 百千亿 那由他结 这无量 无边的这个时间 很长 但是呢 在这个 观世音菩萨 寿记经里面 他也讲到 说无量寿佛呢 寿虽 长远 亦有中尽 彼佛灭后 观世音 大事至 赤地 作佛 就是说他的这个 时间是无量寿 但是是有量中的 无量 所以呢 他还是会有 露灭 所以露灭之后呢 当然 这个极乐世界 这国土的 这国土的 因缘呢 就结束了 他在这个 十方众生呢 该结得远 该度的 他在这个 无量寿的时间呢 都已经 成就圆满 所以他就 露灭了 所以他这个 无量寿呢 是有量当中的 无量 所以呢 百千亿 那由他结 很长的时间 以我们凡夫来 思维呢 是无法去思维 到这个尽头 所以称为 无量 所以佛陀呢 这个化身 都是有生灭的 只要是化身 都是跟众生的 因缘成就 才 释现 因缘结束之后呢 他就 露灭盘 但是阿弥陀佛呢 他也是 百千亿化身 所以呢 他不一定 会释现佛身 他也可以像 这个因缘和身 得度呢 就现和身 他可以现菩萨身 也可以胜阿罗汉身 所以他呢 随着因缘 还是有 无量无边的化身 但是呢 在极乐世界的 这个 阿弥陀的化身 他的这个因缘 假设 结束了 就没有这个 极乐世界的 阿弥陀的化身 这因缘 圆满了 好的 我们看到 丁十四 丁十四 随愿修短愿 这是在四十八愿的 第十五个愿 这个愿呢 他就是针对 这个国土当中的 众生 前面的这个 是针对 他化身的寿命 这个愿呢 是针对 极乐世界国土的 众生的寿命 随愿修短 随着他的愿 可以长短 就我们刚刚讲的 随着他的本愿呢 愿意在极乐世界 留的时间长 就留的长 留的时间短 就很快的回到他的国土 去度化众生 那在无量寿经的经文当中 设我得佛 国中天人 寿命无能限量 除其本愿 修短自在 若不尔者 不取正觉 我们看到左边 这个呢 就是法杖比丘 他就发愿 他的国土当中 他的天道的众生 人道的众生 这些呢 都是凡夫 代业往生的 他花开剑火之后 他的寿命 也是无量 就跟我们这个 阿弥陀经里面讲 这个人命呢 他的寿命也是无量 无能限量 除其本愿 修短自在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 他有些他的这个悲心 大悲心比较强的 他到这个极乐世界 他很快成就 无生华人之后呢 他就回到他的这个 国土当中呢 去行菩萨道 度化众生 这个修呢 就是长 长短 他是自在的 他在他的这个 往生之前呢 他的发的愿 每个菩萨 每个众生呢 发的这个本愿 有所不同 所以呢 他留在极乐世界 这个世界的时间 长短 是随着他的本愿 而有 长短的不同 但是我们刚刚讲 他的这个寿命呢 不是我们 繁复的 分段 生死的寿命 不像我们 梭博世界 他是一个 夜暴 夜暴所现的一个 这个设身的寿命 那极乐世界呢 他是莲花化身 清静 所以呢 他的这个寿命呢 只是 讲到他 留在 极乐世界的 时间的长短 他这个呢 不是分段 生死的寿命 留得比较长的 他就一直到 一身补处 所以我们在这个 讲到 有 很多的 这个 一身补处的菩萨 他一直留到 这个 一身补处 那要成佛之后呢 他在 成就自己的国土 那有些菩萨呢 他成就了 无神法忍 他就很快 到他的 有缘的世界 去 行菩萨道 广结善缘 好 那我们看到 125页 丁十五 纳罗延伸院 这是在 48院当中的 第26个院 第26个院 那这个 讲到呢 就是他的这个 身体的结构 我们前面讲的 他的形象 他的肤色 那这边呢 讲的是他的这个 身体的结构 莲花化身 那莲花化身呢 他的身体呢 就像这个 纳罗延伸 那么殊胜 好 我们看到这个 经文 这我 这我 得佛 国中菩萨 不得 金刚 纳罗延伸 者 不取正觉 好 这个法障 比丘呢 他就发愿 说 未来他成佛 他国中的 这些 菩萨众生呢 他都是 莲花化身 而且巨组呢 像这个 金刚 纳罗延伸 那样 殊胜 的色身 他莲花化身 不像我们这个 这个肉 四大甲合的 这个肉身 很容易破坏 那这个 金刚 纳罗延 他这个 是怎么 怎么 比喻 他这个 就是 在这个 我们 刀立天 这个 第四天 这个 四体 环音 他有一个 这个 金刚 立四 叫做 纳罗延 好 所以这个 是金刚 立四的 一个 名称 叫做 纳罗延 那这个 纳罗延呢 前面的 这个 金刚呢 是比喻 这个 金刚 立四的 这种 坚固不坏 所以 这个 色身呢 就像 金刚 纳罗延伸 一样 坚固不坏 所以 在 极乐世界的 这个 莲花化身的 这个 寿命呢 才能够那么 长 不容易破坏 不像我们 娑婆世界的 这个 色身呢 你一下子呢 几十年 他就会老 会病 就衰老 坏掉了 所以呢 他没有办法 延长很长的时间 好 再看到 丁十六 门光 柔软院 这是在 四十八院的 第三十三 第三十三个院 我们看到 无量寿经的经文 色我得佛 十方 无量 不可思议 诸佛世界 众生之类 门我光明 促其体者 身先柔软 超过天人 若不而者 不取正觉 看到左边的这个 消失 这个法障比丘呢 就发愿 说假设我未来 可以成佛 那十方 无量 无边的这些 不可思议的 诸佛世界的 众生呢 能够得到 他的无量光 我们讲 前面讲 阿弥陀佛呢 无量的光明 但是呢 有一点呢 就是你要跟他 感应道交 你跟他 感应道交的时候呢 你就能够 得到 这个 无量光明的 加持 所以你这个 心念 称这个名号 自诚恳切 相应的时候呢 你的这个 身体呢 接触到这个 光明 就能够 身心柔软 超过天人 所以无量光明呢 能够 能够 照了 十方世界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 这个众生呢 假如是你 临终 你能够 称虐佛米 跟阿弥陀佛的这个 本愿 感应道交的话呢 他就能够身心柔软 不会紧 不会紧奔 僵硬 所以我们在这个 这个 因地的时候 就是说 你要能够跟 阿弥陀佛的本应 本愿呢 感应道交 那你就是要顺从 他的本愿 能够指此名号 称佛名呢 是直接 跟阿弥陀佛的本愿呢 最容易感应道交 当然呢 在这个 此此名号的过程 你要非常的 专注 自诚恳切的 此此名号 才能够 得到 佛光的加持 他这个身心柔软呢 还超过这种 天冷 超过我们说佛世界的 天冷的这种身心柔软 所以呢 这个佛的光明呢 是无量无边的 这是呢 就是你要能够 感应道交 假设你没有感应道交呢 你就没有办法得到 佛光的 加持 色授 好 再来看到 126页 丁17 丁17 热如漏进院 这个呢 是在 48院的 第39院 第39院 无量寿经的经文呢 就说明道 色我得佛 国中天人 所受快乐 不如漏进比丘者 不取正觉 那这个 法障比丘呢 就发现说 他国土当中呢 他的天道的众生 人道的众生呢 他所受的快乐呢 假设不如漏进比丘 则不取正觉 那我们先说明一下 这个漏进比丘呢 他就是 世果的阿罗汉 叫做漏进比丘 这个漏呢 就是烦恼 见识后的烦恼 见识后的烦恼都 消除 断除清静 叫做漏进 所以 阿罗汉呢 他才把这个 见识后的烦恼呢 断除清静 那这个所受的快乐呢 就我们之前讲的 一般我们讲这个 五欲热 三昧热 涅槃 即净热 所以漏进比丘呢 他就是达到 涅槃即净热 他把这个烦恼断掉了 他虽然呢 只是入这个偏空涅槃 但是呢 他实际上呢 也是 得到一个 卸脱了 漏进 他呢 永离三界的 六道轮回 他不用再赶召呢 六道的果报了 这个阿罗汉呢 他不用像这个 出果 恶果 三果 他呢 烦恼还没断尽 还要在这个 三界当中呢 仁天 得这个果报 那阿罗汉 他见识后都断了 所以他这个 有肉的色身呢 受命终了的时候 他就可以入 无疑一涅槃 入这个虽然是 偏空涅槃 到这个方便 有一途 但是呢 他也是 远离三界六道的 这些 果报了 所以呢 他所受的快乐 也是一种涅槃即净热 只是说 他呢 没像 佛的涅槃呢 那么 具足的圆满 所以他呢 聘工涅槃 只是短暂的 就是我们 在法华经里面讲的 他是一个化成 他在这个 方便有意图呢 很快呢 他就能够 这个佛 或者法生菩萨呢 很快到 那个方便有意图 为他开导 他就很快能够 发起菩提心 来行菩萨道 继续呢 来行菩萨道 断尘杀祸 断无名祸 所以呢 在法华经的思想当中呢 没有 真实的阿罗汉 他这个呢 就像化成一样 他这五百游选呢 他是三百游选 佛陀呢 用一个化成 这种偏空涅槃呢 来这个 让这个根气 比较磊落的 这些身文 圆解呢 暂时的休息 但是呢 休息足够了 很快 他就有这个 比较强的 禅定跟智慧 他就发起菩提心 再走这个 后面的两百游选 一直达到了 五百游选 就是就近圆满的 无上佛果 所以没有就近的阿罗汉 所以有些人呢 他这个 假设他去 学习这个 阿罕经的思想 有些他 他没有办法去 融会贯通的时候呢 他把这个 身文法 他把它当作是就近 那这个呢 刚好就是颠倒了 颠倒 本来佛陀呢 他是为了让众生都成佛 但是因为众生的根基 有些太磊落了 所以有些呢 他是人道的 就跟他讲五戒 你就先持五戒 就很好了 有些呢 天道的众生的根基 他就是要你先休息十善 就不错了 先保住呢 人天善道 但是呢 这个都是属于 前方辩 那有些根基的 他有出世的善根 他就跟他 宣导这个身文 圆解的 这些不了意的 就我们刚刚讲的 化成 所以呢 佛陀是让众生呢 都能够成佛 但是呢 因为众生的根基呢 他的这种 浅身不同 所以有些人呢 他先休息 人天善法 这个也很好 有些人呢 先休息 身文圆解 这个也很好 但是呢 你要能够了解 佛法的全貌之后 你就知道呢 人天善法 身文圆解 都是不究竟 不了意 这些呢 只是佛陀为了众生 根基不够呢 暂时的一个 方便的基础 它是为了让众生呢 能够成佛 而开释的一个 拳法 所以这个 叫做 开拳 选拾 到法华经的时候呢 他就把这个拳法呢 会归到这个拾法 但是呢 佛陀呢 他是不得已 叫做 喂食施犬 为了让你能够成佛 所以呢 他 开释了一些 善巧方便的法门 但是呢 你绝对不能说 得到了这个 一点点的这些 人天的福报 或者是得到一个 短暂的这种 偏空涅槃 就认为究竟 这个刚好是颠倒 所以有些人呢 他学习了 阿安静的思想 以为是究竟 所以呢 他就不往上 去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这个呢 就违背了 佛陀出世的本怀 这是不够的 所以呢 这边 这个漏进比丘呢 就是阿罗汉 那这个 为什么极乐世界呢 他就用这个 漏进比丘来比喻 就是我们 在这个凡夫 跟圣人的 一个界线呢 我们刚刚讲的 五一乐 三昧乐 涅槃集经乐 所以五一乐 跟三昧乐呢 都是凡夫所受的快乐 那这个 涅槃集经乐呢 它就是一种 清静泄透的快乐 虽然阿罗汉 还没有就近 但是呢 它已经超过 人天 所受的快乐 已经是初世间的快乐 所谓清静的 不是那些 五欲乐 跟三昧 这种禅定的快乐 这种呢 这两个呢 都是比较有露的 夹杂烦恼在里面 所以它是 所以它是 有烦恼的快乐 不究竟 好 那么 下一个这个月呢 我们就等下一次 再来说明 这边呢 有两个问题 我们先做一个回答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 办商事 的期间 49天或是100天 当中呢 可不可以参加宴会 像这个满月 或者是婚宴之类 又我们修净土的 对于商事 是如何安排 较为正确 好 那我们 先说明一下 就是说 这个办商事 49天之内 或者100天 我们是 可以去参加宴会的 这没有关系 就是说 你只要有需要 你去参加 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就是说 你在这个 办商事 当然就是你的 这个家庭建署 往生的时候 我们要多为 这个王者呢 修这个善法 你多帮他 做一些善法 所以你即使去 参加这个宴会 你最好 就是说你在这个 上市之间呢 你最好发愿 素食是最好 所以你去参加宴会 婚恋 你还是不要去 去吃这些众生的 这些肉 那你把这个 吃素这种清净的 这种功德 可以回向给王者 这是可以的 就是说参加是可以参加 但是你不要去 做一些 比较属于 恶法的事情 还是要往善法去 为王者来回向 那再来说 这个上市是怎么 安排比较好呢 当然我们现在 都是学佛的 就是要如法的去 安排 那这个 在这个临终的时候 当然我们就是上次讲的 这个依着这个 印光大师的这个 临终的处理 这个临终三药 你要注意的事项 那临终之后呢 一般我们就是 注念至少八个小时 以上 等到这个神是离开之后呢 我们再来 做这些 换衣服啦 等等的这些 琐碎的事情 那一般我们 假设是能够 在这个七天 一般我们都是 至少七天 七天当中呢 来继续来念佛 诵经回向 更好 那七天后 可能有告别式 这些公祭 家祭等等 然后呢 才去火化 然后假设它是 这个 鹿塔的 就是说 它就把这个骨灰 放到这个塔里面 那这个假设呢 它有些是 埋在土里面的 这是 不同的安排 所以这个 就是以佛法的角度呢 你如法的去安排就可以 所以你这个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刚刚讲了 你要为这个亡者 多累积这个善事 那你能够随远为他做善事 也可以 或者呢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多 念佛 诵经 回向 这个都可以 在家里自己做也可以 或者到这个道场 来做 供修 回向 都可以 就看你自己的因缘 总之呢 把握一个重点 就是你要清净 如法 不要再为亡者呢 做一些那些 比较 不清净 不如法的那些 尤其是这个杀身 这个是最不好的 杀业 你在这个杀业当中呢 这个 对亡者是最最不好 所以这一点 要特别注意 杀身是最不好的 那再来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 九品弦令登彼岸 这个弦令 是什么意思 这个弦呢 就是全部的意思 全部呢 都令这些众生呢 往生九品 达到呢 极乐世界的彼岸 这个弦就是全部 不论是上品上身的 或者是下品下身 都希望呢 全部念佛的人呢 都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好 到达呢 卸托的彼岸 好 那么就是 简单回答到这里 好 向下文长 互带来日 回向 不要 跟着 无淀 去